這個我認同大使說的 就是說現在我們的政府 他大概就是網軍治國 網民治國 網路治國 拋出一個議題風向 如果風向帶得過去 弄 弄 把它衝下去 帶不過去 就說大概是這個樣子 基本上這個議題 或者說這個政策走向 不見得是以我們的福祉 或者是以國家的發展為前提 大部分可能是個人或是政黨 有沒有好處的利益 可是當我這個政策 要丟出來的時候 如果大家都看出來 是為我政黨利益 那我怎麼弄對不對 沒關係 先丟 網軍看帶 帶風向 媒體洗 洗 洗過了 太好了 那就弄 洗不過 那就拿回來 下個月再弄 大概是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當國民黨在決策 當江主席在決策 很痛苦 要不要聽一下網民的風聲 這心聲 要 對 但是我剛剛已經告訴你了 那個心聲是誰帶的 是民進黨帶的 然後你就去聽了 民進黨網軍帶的風向 然後依照那個風向來做決定 好 大家都說 我們求和舔共 不去 對 也是奇怪 但你不聽 硬弄 可能被罵得更慘 好卡 真卡 風聽 我覺得應該這樣看 我們過去來講就是說 美中關係非常非常的嚴峻 影響到所謂現在的 這樣的一個兩岸關係 這是我過去的論點 所以對我來講 我認為在這個時間點上 在海峽論壇的這個 參與與否上面 我個人是打一個問號 為什麼 很簡單 我過去一直在講 川普1月28號 當所謂的COVID-19發生的時候 川普講什麼 1月28號他說 我認為習近平在防疫的 這個成果上面非常好 做得非常棒 我認為他守得住 2月3號他再講一次 他也認為他守得住 但3月16號的時候川普說 中國搞出武漢肺炎 影響全世界 這個是美國的搖擺 這就是美國式的搖擺 請問現在11月初的大選結果 到底誰會當選 這個誰會當選會不會決定 所謂的美中的對抗之間的 這樣的一個程度 絕對會 所以我們要去做一個 時間序列的一個模擬 就是第一 未來從現在開始 今天是9月15號 從9月15號到11月8號 兩岸的情況會更嚴峻 還是兩岸的情況有可能 因為海峽論壇變得和平 很難 為什麼 因為決定兩岸情況是什麼 是美中關係在決定 而大家都認為說 現在美國要選舉了 所以美國的兵力 你可以看得到美國首次 飛機也出來了 航母也出來了 驅逐艦也出來了 甚至一步一步的逼近 有一派人認為這是挑釁 另外一派人認為說 是不是因為大陸對台灣 有什麼樣的一個企圖 所以老美在做所謂的超前部署 這都是觀點 但現況就是兩岸的軍事活動 非常非常的頻繁 而我個人預測 這樣子的一個軍事活動 在11月8號之前 只會更高 不會更低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回到剛才大使所提到的 就是我們去海峽論壇 你想要拿到什麼成果 坦白講你做了任何事情 都沒有辦法改變什麼 未來到11月8號兩岸的軍事 更緊張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還是回到一句話 越是緊張的時候 越要去氣球所謂的和平 越是緊張的時候 越要去做所謂的和平這件事情 所以真正能夠做到和平 跟真正能夠做到什麼 真正能夠做到雙方有彼此之間 再一次確認的可能性 那個時間點是什麼時候 是美國大選選完的時候 是美國大選選完的時候 因為中美關係影響兩岸關係的 這個關聯性是最大最大的 所以坦白講在這之前 去做任何的這樣子的一個接觸 對我來講 我認為會是一個徒勞 但是要不要去做這樣的一個溝通 我覺得這是個人選擇的問題 我都尊重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我再一次的強調就是 我們在看追求和平的 這件事情的時候 過去大家在看就是說 因為李鴻這個擦槍走火 坦白講我認為這是一個 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李鴻的這個問題 其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兩岸都有鴿派 兩岸也都有鷹派 這件事情恰恰突顯了一件事情 就是兩岸都有人不希望 這件事情能夠幹嘛 能夠成形 對 這些擦槍走火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更凸顯了什麼 更凸顯了和平的可貴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上 兩岸的鷹派會在做這樣的一個狀況 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從幾件事情來看 我們來分析 李鴻的東西出來的那一天 我們面臨到什麼狀況 那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所謂的中共的軍機 數量特別多 20幾台 21架次 21架次再加七艘船 一起過來的時間點 為什麼這兩件事 會這麼巧合的剛好在一起 表示什麼 有人在幕後指使 我覺得事實是 剛剛我講的這個部分 我現在講我的觀點 我的觀點就是鷹派 軍方 不想要讓和平有氣憤 不然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 會做這樣的一個所謂的 你說的是大陸那一邊的 對 我講的是大陸這邊的一派 他不希望做這樣的事 李鴻沒比代表著 這一方面的這樣的一個聲音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是用一個求和的 這樣的一個角度 而確實在他講了這件事情之後 一個所謂和平的空間 在這個時間點被壓縮了 瞬間壓縮 幾乎沒了 對 談都不用談了 因為兩岸在越緊張的時候 越有人會去做這種挑釁的話語 這個時候就是最情緒的時候 從我剛才講的一個時間序列來說 我認為未來兩岸的軍事 在美國的大選這個時間點 特別是在10月底的時候 我認為會更緊張 更緊張的反應是什麼 大家在更緊張的時候 大家才會更希望什麼 和平不是嗎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在美國跟他的整個選舉選完以後 當我們正式的確認了 美國的兩岸關係 他的美中關係 到底要怎麼樣界定的時候 整個兩岸路線 為了中華民國 大家再來好好的思考 走哪一個方向 所以我在這強調過去一樣 歐巴馬時期 2016年 梅建華 金毛衣這個AIT的處長 他正式講過什麼 他講說馬總統執政下 國民黨執政下的中華民國 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美中關係裡面 跟中國大陸 我們可以製造什麼 三贏 但是在川普的第一任 2016年他剛上台的時候 我在這裡講過 大家記不記得六項保證 六項保證是總統的MEMO 但是在2016年的時候 國會怕川普不遵守 所以國會去把這個MEMO 正式的從國會裡面拉出來 我們還認為說 這是我們的外交成就 其實不是 是美國的國會不信任川普 他擔心川普有可能會背棄台灣 今年的年初發生了什麼事情 川普以前的顧問 Bolton寫了一本書 說什麼 說他把台灣視為筆尖 Bolton跟所謂的共和黨友誼派人 認為說川普有可能會背棄台灣 大家不要忘記越緊張的時候 其實越容易出現和談的狀況 哪一個例子最好 北韓 北韓不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要先確認美方 他的整個整體戰略的意圖 到底是什麼 還有他有沒有可能 因為政權的交替 而往哪一個方向去走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這麼緊張的時間點裡面 我個人是認為 真的像大使剛剛講的 緩一緩 想清楚 我們把劇本想好 然後等整個他們大選塵埃落定之後 再來決定我們要走哪一個方向 再來決定我們要一個 怎麼樣的兩岸關係 在那樣的一個氛圍裡面 我也懇請所有的民眾 當我們越緊張的時候 我們越要去想一件事 和平到底要怎麼去氣球 洪廷你錯了 這個我不得不反駁你 但洪廷你講的 他是親美有衷的代表 他這個兩邊都很多朋友 當然他觀察非常犀利 但是越緊張的時候 又會出現和平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 因為在那個緊張氛圍當中的 對峙雙方 不會因為緊張而獲利 比如南韓跟北韓 沒有人會因為緊張獲利 沒有 沒有 比如說中國大陸跟美國 其實沒有 大家都是互相傷害 但有一個國家不一樣 越緊張他獲利越大 尤其執政黨 那個地方就台灣 越緊張越弄我選票越多 越緊張越弄我政權越穩 所以我不會要和談的 北韓南北韓弄到後來 好來坐下來談一下 因為沒有人會得利 雙方都商 美中一樣 中俄一樣 中印也一樣 中華民國台灣的執政黨 民進黨不一樣 越緊張 我越挑釁 激起人民的那種不滿 也許是害怕 變成憤怒 我獲利越多 不然2020我怎麼贏的 不就是這樣嗎 不然現在我怎麼控制 整個輿論的走向 不就是靠著這一招嗎 所以越緊張的時候 越會出現和談的契機 很有可能 我說很有可能 在台灣 在中華民國 民進黨執政底下 是行不通的 是行不通的 這一點我覺得比較擔憂 依照宏廷的分析 我覺得這一點是讓人 比較擔憂的地方 確實如果真的是 民進黨還有一個好朋友 是中國大陸那邊 可能也不希望兩岸和平的人 團體 政治人物 這個勢力 大家一拍即合 李鴻是代表這個勢力嗎 這一點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下 來 9月10號 這人要來大陸求和 一聽炸鍋 其實我也覺得滿奇怪的 雖然他是央視主播沒錯 他是央視主播沒錯 但過去其實 央視報導很多新聞 或是這個 什麼時報報導很多新聞 民進黨都跟我們說是假的 假的 什麼中共大陸鬧得這麼好 騙人假的 對 他們的媒體 都是專門做假新聞 這個主播講一句話 你就這麼相信 所以很顯然 真或假 端看對我有沒有利 對我沒有利就假的 對我有利 他說的是真的 這個前提大家清楚 好 李鴻講出這個話之後 當然在台灣就瘋傳 假日大家都開始傳說 王金平要去求和 國民黨舔共 然後他把影片撤下了 撤下之後 隔天張主席非常快 立刻就發表了聲明 無法接受 求和說 相關當事人應該道歉 當然講的是 說出這番話的主播 或者是他所屬的媒體 應該要道歉 然後我們就等 中間有很多的折衝 過程 據說國民黨的大陸事務部 跟國台辦通電話 一開始國台辦不理 後來積極介入處理 發現來不及了 怎樣怎樣怎樣 好 總而言之 最後依照國民黨 或說網路上的標準 李鴻做的 央視做的 國台辦做的 環球時報做的 通通不算道歉 沒有誠意 所以我決定國民黨 不以政黨的刑事參加 換前代理主席去 現在要告訴你 連代理主席都不去 我通通取消 我通通不去了 這是目前為止的狀況 所以也才會有 我們前面討論的那一張 叫做到底是不是挖了個洞 然後你就真的跳下去了 因為全世界最討厭中國大陸的 叫做民進黨 現在民進黨挖了個洞 向國民黨跟著我 一起對抗中國大陸 跟中國大陸嗆聲 到底誰贏誰輸呢 這個決策怎麼做出來的 可能要請教傅秘 好沉重 剛剛你所提到說要挖個洞 我們必須要說 所謂的挖洞 就是在對方不知道的狀況之下 你暗藏一個洞 然後對方跳下去了 如果你知道對方是要挖個洞 然後你知道怎麼把這個洞 來做一個填補 那就不叫做是請君入問 我們必須把這樣一個原則 把它講清楚 當國民黨做出這個決定之前 當然有非常多的考量 難道我們會不知道說 民進黨講這些東西 當國民黨決定不去的時候 民進黨是多麼高興 然後國民黨就是因為 知道了或是不知道 然後就影響我們的決定 我必須要說 剛剛前面大家所提到的那些問題 不是沒有想過 我們只是問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我們不管任何的事情 以2300萬同胞為基礎點 然後特別是我們很廣大的 百萬的台商 還有包括我們在過去當中 已經施行了12年的 這個所謂的海峽論壇 我們照原定的計畫過去的 請問王院長帶領的一批人 坐在那個台下 他那個情景 可以完全如過去11年 大家所認為是促進彼此間的溝通 然後可以因為這樣子可以彈出台上的綠色通道 可以因為這樣子可以彈出我們的路聲 可以不要受到這麼多的限制而過來嗎 我們把這個強檢先想一下 所以大家所講的東西不是沒有考慮 而且我們要回到一個非常現實的一個問題 就是網路上的風向 不能去了 我們講一個很簡單 大家都沒有想過的 如果今天王院長 他是我們的前國會議長 他今天去到那個地方 在所謂的11月3號美國大選之前 對岸過去都是派所謂的政協的汪洋過來 這是派一個比汪洋層次更低的 請問我們該怎麼樣來處理 到目前為止 因為兩岸之間的關係的信任度就不夠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對岸會做出什麼樣的決定 起碼在王院長吃錢之前 我們不知道對岸會派出什麼 我想只請問一個 在彼此之間很多的訊息沒有辦法 很透明徹底的狀況之下 王院長今天去做對岸 不是像過去的汪洋出現的 汪洋出現是理所當然 汪洋不出現 是不是又會被做文章 所以你可以已經可以說在這樣的氛圍之下面 國民黨今天即使去了 我們也知道後面所承受的結果會什麼 不去所承受的結果會是什麼 所以的確是在這個過程當中都會被批判 但是在這個批判狀況之下 你要選擇用什麼樣的方法 為什麼會持續這麼久 如果照網路的風向來看的話 你應該在要李鴻講出這句話說 國民黨就非常的霸氣的告訴你 我們就不去了 但是為什麼還要這麼多的折衝 就是我們考量到兩岸不能夠用這個方式 即使知道民進黨會取笑 即使在網路雖然會不斷的說 國民黨是舔共如何如何 但是你要為了我剛剛所提到的 這麼多關係我們過去長期所關心 真的不是像民進黨的所謂的利益 就像你剛剛做的送中什麼之類的 我們不是這樣的政黨 國民黨畢竟是百年大黨跟對岸 還有某種程度的聯繫 我們是否應該顧慮到說 為了未來畢竟我們每一年賺人家 800億美金到1000億的美金 你總不能1000億到要賺人家的錢 然後什麼都那個 管他的反正現在執政是民進黨 所以這也是一種選項對不對 這多帥氣 我也不管 就像你們剛剛說 這是民進黨應該來承擔 關國民黨什麼事 我們就帥氣的一甩就好 為什麼要經過自動的 四天的折衝 我們總希望能夠維持 過去一個基調 必須這是定調在文化 經濟 體育 各方面的一種交流 而且我們是在野黨 我們也不可能去簽署任何的MOU 我們也不可能簽署任何的事情 即使談妥的陸生可以過來 也要執政黨的教育部願意接招 對不對 但是我們還是一本 覺得就像大家所提到的 溝通總比不溝通好 特別是在兩岸關係 這麼冷凍的狀況之下 總要做這樣的部分 所以我們考量了 所以才有四五天的時間 希望彼此之間能夠更退讓一步 讓這件事情成為過去 承載著很多的罵名 國民黨認為為台灣社會好 還是應該去 可是你會發現 這一段過程過來 當然我也必須說 這個過程當中 彼此之間可能對於所謂的道歉 彼此對於所謂的誰要來出席 並沒有一個得到很明確 大家彼此的期望 所以在這個地方 可能加速在做決定 不去的時候 又多增加了一把的拉力 所以網路的風向等等之類的 去不去都會承受這些 但同樣的在這個狀況之下面 包括我們自己 包括宏廷 包括所有第一線的民意代表 都能夠感受到 你在這種氛圍 特別大家都很清楚 台灣目前在11月位的位置 是決定在中美之間 角力的一個關係 在這個原則之下面 有必要在這個時候 彼此也沒有辦法得到一個 對等的對待之下面 硬要坐在那個地方 然後被更多的人來看待 重點還是一句話 你有沒有辦法在這一次的過程當中 你獲得可以增加大家 不管是台商或是我們陸生 或等等 大家認為兩岸應該溝通的一個 福祉或者一個機會 如果你沒有持足的把握 你要承受這麼多 在我們沒有跨出一步之前 你就先被自己這些東西給淹沒了 更何況有很多的民代 真的感同身受 覺得在這個時事的時候 如果真的已經是這個樣子 再過去的話 那是否我們的受傷會是最重 所以真的要體諒 四天五天當中 不是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否則以江主席來說的話 這麼帥氣的轉身 就這樣子誰不要 但可以 就是因為國民黨太認為 自己不是只有在野黨的角色 就是因為我們認為 我們對台灣社會 還有這麼一份的責任跟部分 所以還做這麼樣的一個考量 如果我們要看 在這裡 我們要看 我們要注意 的話 我們要看 那個一定是能動的 對